87版的《红楼梦》 早就成了经典的代名词 无论后面怎么翻拍 都无法超越它的存在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喜爱与认可呢 为何会如此经典不衰呢 这都要归功于王福林导演与演员们的艰辛的付出 是他们为了艺术而无私奉献 精神感动的观众 前夕导演可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 对于演员的选用 场景的布置 故事情节的发展 服装与道具的采购等 王福林可是亲力亲为 力争准备好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以保证百分百将援助展现在观众们面前 据说整部拍摄共花了680多万元 剧组江大官员界 在了北京的宣武城 将宁国府与荣国府界 在了河北郑定县 还做了很多的场景布置工作 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拍摄剧中情节的需要 可见导演是在精益求精 由于剧情的需求 演员们都还很年轻 活力四射 在这三年多的拍摄期间也发生了很多美好而又有趣的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 当演员再度相聚回到这个美好的记忆时 依旧欢声笑语不断 导演对于人物配乐和服装上的定格也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的 那时参演人员更多关注的如何将人注重的细节 给百分百表现出来 而不是想着要如何成名 与个人能片酬多少 其中央杨奋强扮演的是贾宝玉 他说演员拍戏时都很认真的 就是为了将戏拍得更好 很少会去关心个人的收入这些事 更希望的是能与剧组其他的人员好好相处 也正是他们纯洁的心才造就这么经典的剧作 那时候并没有很多娱乐活动 欧阳奋强与他的搭档陈小旭常常会无聊 到一起喝汽水打好时间 有时欧阳奋强也会让陈小旭叫他跳舞 那时演员们的生活真的好简单与单调 人的心也很纯洁 剧中十二差的几位姑娘们就更加文静与优雅了 他们在没了戏的时候就赏剧在一起聊天 有时也会在一起探讨剧情 或者是去在一起学习怎么着衣服 还有些人也会聚在一起下下围棋 跳跳舞什么的 却没有一个人会为了戏中的角色而发生争吵 也没有人会计叫自己演的戏多细瘦的 只有一门心思去研究如何将戏拍得更完美 看到这些老照片